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上一支或者是前幾支Vlog的話呢 就會知道本人的姊姊呢 回去台灣一個月了 所以呢這個月都是我一個人 就是非常的邊緣這樣 那我今天呢就是會先去一間韓國的經紀公司 討論一下合約的東西 就是我有可能會加入那間韓國的經紀公司 還不確定但就是可能會加入這樣 然後順便跟大家說一下 其實我之前在台灣是有經紀公司的 然後我在那間經紀公司 待了有三年還是四年的時間吧 然後現在是一個和平解約的關係 但沒有吵架喔 就是和平解約的關係 然後我跟裡面的經紀人 都還是有聯絡的狀態 所以我們是相處得很好的關係 大家不要誤會 那我會想要加入這間韓國經紀公司的原因 是因為簽證的關係 就是因為如果我加入這間韓國經紀公司呢 他們會給我簽證 那我就可以長期留在韓國 就不需要一直延期簽證 所以我就覺得蠻吸引我的 想說可以去公司討論看看這樣 可以拍給大家看看 就是韓國的大型經紀公司長怎麼樣 因為我去過這間經紀公司應該有三四次了吧 我覺得就是蠻 也不是壯觀 就是蠻神奇的 真的很有那種經紀公司的感覺 然後去完經紀公司呢 我就是要去買一些東西 因為家裡缺了一些東西 加上我自己也需要買一些東西 所以呢 就想說可以帶著相機一起去記錄一下這樣 對 好 那我們就走吧 出門前呢 我順便跟大家說一下 你們有看到後面那三隻招財貓嗎 就是手在動的那三隻招財貓 我自從買了那三隻招財貓之後呢 我整個人就變得很幸運 然後每天過得都還蠻充實的 就是很神奇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招財貓最近真的很有名 就是在網路上買都缺貨 然後我也是訂了一個多月之後才拿到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去搜尋這個招財貓 我真的自從買了他們之後 我就整個人變得 變一個人的感覺 變得很有朝氣 變得很有活力 然後整個人也真的就是 煥然一新的感覺 所以大家呢 可以去買這三個招財貓 我近拍給大家看 你們看我的寶貝們 這個呢 是招財運的 這個呢 是愛情的 這個呢 好像是什麼和平 然後什麼自信的樣子 我忘記藍色的 但是我記得好像是什麼和平的樣子 我每天都會跟他們說話 大家如果要買的話呢 趕快買 因為他真的要等很久 你們可以在網路上打什麼 德國招財貓 還是什麼招財貓 應該就會有了 這樣 這不是業配喔 是我自己買的 對 我現在呢 要走去搭地鐵 然後呢 我要去那個什麼 東大門內戰 然後 我跟大家說 韓國最近的天氣真的超差 就是每天都下雨 不然就是陰天 你們看 每天都下雨 我是一個沒有太陽 就會很憂鬱的人 但是 沒辦法 他已經下了大概兩個禮拜了吧 我不知道我會不會遲到 因為現在已經快三點了 我們約三點半 希望不要遲到 星春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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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星站 星星站 現在到東大名站 然後要走去經濟公司 剩下7分鐘 我這個人是絕對不會遲到的人 但是我覺得我今天可能會遲到 再走快一點 現在28分我到了 我沒有遲到 太棒了 給大家看一下韓國的經濟公司 究竟長什麼樣子 我現在要來他們的咖啡店 要量體溫 然後還要用那個QR Code 我現在到這間公司的咖啡廳了 然後他們的公司就是有連結咖啡廳 就是公司裡面會有咖啡廳醬 我點了三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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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東西然後吃飯這樣 然後現在已經下午4點了 對 我今天要買一些東西 我已經列在手機裡了 有保養品和化妝品那些的 那我們就走吧 我現在到明洞了 然後呢我準備先去一趟Holy Beyond買 就是我需要的東西買 欸怎麼是這個出口 天堂啊天堂 拿一個籃子 嗨大家 這個超級無敵好用 超級 買了4個 這個也很好用 洗髮精 這個也很好用 我買了第三支 這是咖啡色的 咖啡色的 我買了這一盤 因為這一盤已經被我用的完全沒了 尤其是這個顏色跟這個顏色 所以我買了新的一盤 然後買了這個 眼線筆 這裡 是我買的 然後看一下還要買什麼 這個也要買 我現在來到面膜這一區 我朋友有推薦我一個面膜 然後我現在找到了 這個 我買了 我買完了 然後我很笨 我剛剛出來才發現 忘了買卸妝的 但是我懶得在排隊 所以下次再買 所以下次再買 但我現在要回財公司 買個保養品 然後再去吃飯 我的肚子已經餓了 現在已經5點多了 我現在要去14晚 然後去14晚 然後要去吃飯 我肚子已經餓了 現在已經5點多了 我要去14晚 我要好好吃飯 我剛剛進來前有消毒過手 大家不要擔心 大家這是我的晚餐 加午餐 超級好吃的這一間 除了很多食材 這是我準備了 雞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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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姐姐 CNC 和牛奶 很棒 讓你先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吃饱了 然后我准备搭地铁回新村 今天真的很累 虽然没有干嘛 但是走来走去很累 你们看后面免税店都关了 那一间超好吃的 它是一个那种排骨肉 很像汉堡肉 但是它是那种排骨的肉 然后就配那种锅巴饭就很好吃 在乐天板货的13楼 如果大家疫情结束有来 明洞的乐天板货可以来吃 我回到家了 大家 有两个高火 一整天都没用到 带个屁啊 去到家里吧 船长 大家要先洗洗手 把赤饼拿掉 卡住 好,大家,我回到家也洗完手了 我簡單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買了什麼東西 因為剛剛好像拍得比較急 沒有很仔細的跟大家介紹 那我們就快速的跟大家介紹一下 因為我的相機沒有電 首先呢,我去香奈兒買了一個這個乳液 這個乳液是我用的第二罐 這真的超好用的 就是夏天用也不會覺得很嚴重 這罐 然後它的價格是九萬韓幣 大概是兩千多台幣 再來是這個護髮的 這個護髮的具好用 我買了四條 我跟你講,四條已經是很客氣的 我之前在他們店裡 你把他們店裡的這個全部掃光 買了八條的樣子 它就是你頭髮濕的時候擦上去 然後你就洗身體 然後大概等了三分鐘你再把它洗掉 你的頭髮就會超順 而且它味道很香 再來呢,是這個 牌子的洗髮精 然後這牌子的洗髮精呢 就是你洗完你會覺得你的頭髮很順 然後味道也很香 對 再來呢,是兩片面膜 然後這個面膜是我的一個韓國姐姐推薦我的 他說你敷上去啊 你臉的泛紅就會消失 然後也會補充水分這樣 所以我就買了兩片試試看 然後再來買了一盤31的眼影 因為我的那盤真的完全被我用到空了 然後那個店員跟我說他們換包裝了 換成這樣子 但裡面的顏色是一樣的 再來化妝棉不用多介紹 之後最後一個是這個 Too cool for sport的眼線筆 這個是畫內眼線的那種眼線筆 然後它超厲害,它不會暈 這是我的第三隻還是第二隻的樣子 然後我買的是咖啡色 因為我的眼睛畫黑色會太兇 所以我就買咖啡色 好,今天買的東西呢 就是這樣 今天花了多少錢啊 剛剛在Olivian買了12萬3 然後在香奈爾花了8萬9 所以等於是20幾萬 今天花了快7000台幣 對 好,反正今天的Vlog就是這樣 希望大家會喜歡 然後我等一下要上片了 所以我現在有點趕 那希望大家喜歡今天這支影片 喜歡可以記得訂閱我 幫我按讚 也可以去我的IG 還有我的小紅書 看我更多的生活 那就這樣囉,掰掰